嗨大家好欢迎回来我是Lisa 今天要分享给大家的是开学季第二的开学妆容 今天这个妆容呢非常简单日常 妆面很轻薄干净 简单呢又不是活泼 非常适合开学季返校季 如果你是一个妆容感兴趣的话 那就继续看下去吧 Let's go 第一步呢先涂一个保湿的妆前打底 接下来是涂粉底液 我今天用的是一个刷子来涂粉底液 这样遮瑕的效果会更好一些 用一个液体的concealer遮一下眼底的黑眼圈 用散粉在脸上薄薄的定一下妆 着重定一下眼下和梯子区的地方 为了让妆容更加自然 画眉毛的时候不强调眉形 只是填充眉毛近隙的位置 接下来刷一下鼻影 眼影先用浅色再上下眼浅出大面积打底 再用一个稍微深一点的棕色加深一下眼尾 在眼窝处做一个渐变的效果 用一个深棕色强调一下下眼睫的外眼角处 这样能让眼睛看起来更有神 再在上眼睫处画一条细细的眼线 内外眼角可以稍微加深加粗一点 接下来画眼线 画一条细细的眼线 不要拉得太长这样会比较自然 再跟睫毛根部连接起来 加一下睫毛然后涂睫毛膏 今天腮红的部分我会用到两个颜色 一个是偏浅的桃子色 一个是橙色 先用浅粉色在脸颊处大面积打底 再用橙色像这样点在脸颊中间 对脸颊四周和额头外侧做一个修容 这样能使妆容看起来更加立体更加自然 用一个自然的高光涂在颧骨 眼眶外侧和眼下的位置 今天唇妆的部分我想画一个小女生渐变唇的效果 先用橙色做一个底色 再将亮红色点涂在嘴身中央 再用手指晕开 所以今天的妆容就完成了 希望大家都能美美开心的去上学 兴趣起加油 by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